佛教对婚姻的看法 在佛教里面 结婚被认为完全是个人的事 无关于宗教的责任 结婚是一种社会习俗 是一个人类为了安定 幸福而创造的 是人类社会 为了有别于动物生活 以维持生育秩序和和谐的制度 即使佛典中对一夫一妻制 或者一妻多夫制的主题保持沉默 然而佛教的在家弟子们 被劝告一个妻子就好了 但是佛陀本人 没有限制到他的从学者 只能有一个妻子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分界之中 推论一个人最好只是有一个妻子 并且不要担于感官 去追求另一个女人 佛陀了解 从九远以来 人堕落的主因之一 是与另外一个女人有关 这个是 Parabhava Sutta的经语 人必须理解到 维持一家大小的困难 尤其是遇到不幸事件的时候 所遇到的磨难和苦难会加倍 基于对人性弱点的认知 佛教制定了他的戒条 劝告他的从学者 抑制通奸和邪淫的违犯 佛陀对结婚的看法 是非常自由的 在佛教中 结婚被认为是完全个人的事 无关于宗教的职责 在佛教中 没有宗教的律法 去强迫人结婚 或者保持独身 或者过着完全的精节生活 也都没有任何地方 规定佛教徒 必须生孩子 或者生几个孩子 佛教允许每一个人 自由去决定他一切有关结婚的问题 有人可能要问 既然没有律法禁止结婚 那为什么佛教的和尚不结婚呢 和尚选择独身的生活方式 理由很明显 是为了服务人类 他们志愿放弃世俗的生活 远离结婚生活 是为了避免形形色色 习七习八的陈世纷扰 也是为了保持心境和平 和全然地奉献他们的生命 为他人服务 以帮助人们达成精神的解脱 虽然佛教和尚 隆重地为人举行结婚典礼 但是为了祝福结婚的夫妇 他们也都做这些宗教服务 离婚 佛教不禁止分居或者离婚 但是假使严格遵守佛陀的告解 这件事必然是很少发生的 假使他们彼此真的不能和合 男女可以自由分开 分居总比悲惨地 有害地过着长久的家庭生活要好得多 佛陀要建议年老的人 不要娶年轻的妻子 因为年老和年轻 多半是不合适的 很多问题会衍生成不协调和堕落 这是Pravabhava Sutta的经语